自从7月11号登陆广州以来 孔卡这位千万美元级别的中超外员 一直是备受球迷和媒体的关注 昨天在完成了抵达新基地之后 第一堂训练课之后 孔卡终于是首次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就大家关心的那些问题 一一做出了解答 对于南长恒原的比赛 替补上场就取得进球 孔卡一露面就显现出了超强的适应能力 而在广州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 孔卡表示 他同样能够适应在广州的生活 除了对环境的适应 广州球迷的热情和球士的火爆 也给孔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孔卡仅仅打了一场比赛 中超就进入了间歇期 各方急于验证孔卡实力的想法 也只能等到8月1号 中超联赛第18轮 广州恒大客战北京国安了 不过这样一场强强对话 更能激起孔卡的球战欲望 我相信了 但我相信因为我们的阶段 我们的阶段是在第一个位置中 因为我们的阶段是在第一个位置中 我认为我们第一次做一个好赢的比赛 最重要的